如果在以前就有訂閱我的頻道 就知道我有玩過一款叫Pocket MMO的遊戲 而最近我就迷上了另一款Pokemon的作品 叫做Pocket One 今天就來講講兩者的分別在哪裡 Pocket MMO 和Pocket One 都是一款線上的遊戲 首先會講講Pocket MMO Pocket MMO 可以探險的地區有關東七之島 風源、神澳和合縱四個地區 而主線劇情偏向困難 在特定的劇情有所等級限制 不讓玩家以等級限制主線劇情 而人物外形採用了基本Pocket MMO的外觀 外形衣著可以透過各種時裝改變 精靈可以捕捉合縱以前的精靈 但不能捕捉患獸 語言有分中文和多角語言可以選擇 交易不止限於個人交易 它擁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交易所系統 只要你身處在精靈機器前面 你就可以用到交易所的功能進行販賣 即使是不同人溝通互動 你都可以透過交易行進行交易 要賺錢基本上在這個機器前便可以賺到錢 當你通關後便可以去培養自己喜歡的精靈 進行PVP或者捕捉非常稀有的色違 在Poker MMO入面 色違的機率是三萬份之一 是比起之前的更高的 如果幸運可以捕捉到色違的話 你就可以炎耀給朋友看 或者把這個色違精靈拿去買 由於色違精靈的機率非常困難 所以價格亦相應地上升 在PVP方面它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隨機的WiFi對戰 另一種就是錦標賽 WiFi對戰如果你獲勝了便可以獲得一個BP BP便可以換取一些相應的獎品 而WiFi對戰亦擁有這個Ranking的排位系統 在錦標賽方面在指定的日期時間參加 只要你獲勝了便會有豐富的獎品或者色違精靈 而這兩種亦有分單打或者雙打的對戰 不過在Poket MMO內大多數都是單打比賽為主 而且採用的是6打6的單打或者6打6的雙打 和現在這個劍痛的規則不同 6-4或者6-3不同 在培養精靈方面Poket MMO沒有生蛋的機制 只有將精靈融合的機制 例如將一隻滿個體攻擊的小火龍 以及一隻滿個體速度的八變怪 將它融合起來 雙蛋孵化之後就會成為一隻滿個體攻擊和速度的小火龍 更詳細的生蛋機制的教學 這裡就不多說了 總括來說Poket MMO有多區的劇情 擁有高科技的交易系統 如果有3-5-7個朋友一起玩的話 應該算是一個不錯的遊戲 不過我個人不建議大家玩 因為Poket MMO算是一種大後期的遊戲 後期的話並不是一個問題 不過官方的處理手法大多數都是改動一些對玩家不利的改動 弊多於利 這方面有機會就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就來看看另一款叫Poket 1的遊戲 它沒有中文的語言 只有英文的語言 遊戲中也沒有辦法輸入中文 最重要的是它沒有戰鬥的特效 沒有進化的特效 也沒有學習裝置 採用的是非常簡潔的形式 而地區方面它擁有關東七之島 有成都和合縱三大地區 未來就會新增了神奧地區 主線劇情偏向簡單 如果有卡關的情況 就要透過任務來升級個人等級 在這個遊戲中 在不同的地區會有訓練家的等級機制 假如你的精靈是100級100L 而你的訓練家等級只有50L 那隻精靈只能使用50L的能力 所以就要花費一些時間去每日解釋一些日常任務 升級這個訓練家的等級 這個機制有好有壞 好處就是去到新地區的時候 你可以體會重新開始的旅程 而壞處就是需要一些時間去升級 在人物外形方面 比較傾向外國的風格 時裝可以透過一些免費的箱 可以獲得 不需要用到一些遊戲幣去購買 可以捕獲阿羅拉以前的精靈 更加有這個夢特性的精靈可以用 部分的神獸也可以捕獲 或者是透過一些任務獲得 而Pocket 1的色違精靈的機率 大約是4000份之一 比起MMO就不同 MMO就是3萬份之一 交易只能使用個人交易 物與其他玩家 在指令地點進行交易 而這個遊戲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可以跟其他玩家組隊 挑戰某些訓練家 導管或者四天王 在野外可以進行一些三打對戰 如果你想捕捉色違的話 這樣就可以找兩個朋友 一起撞色違 另外有自己開發的副本劇情任務可以玩 當你贏了副本之後 就可以開放更多地區去捕捉不同的精靈 或者解鎖一些每日日常任務 升級訓練家的level PVP方面 暫時知道的 就是單箱都可以從WiFi Battle 或者參加特定的錦標賽去打 而WiFi對戰有6-4的雙打機制 由於我只是打過一次 所以並不知道有多少款戰鬥規則 培養精靈方面 Poket1一樣沒有生蛋機制 亦沒有精靈融合系統 而是採用了洗個體值的方法 用1萬元的遊戲幣 就可以刷新精靈的個體值 假如有一項你滿意的個體值 就可以把它鎖了再洗 不過就需要用到一款道具才可以再洗 總括來說Poket1最大的缺點就是 沒有中文、只有英文語言、沒有戰鬥特效 如果你接受到這兩點其實是一款好遊戲 你可以找朋友一起組隊通關 甚至可以組三個小隊去弱殺NPC 我相信這個體驗應該只有Poket1才可以做到 還有就是Poket1會在節日開放一些不同的活動 在活動中可以捕捉一些限定精靈 算是一個不錯的活動 以上就是兩款作品的對比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訂閱和讚好 當讚好數超過30個的時候 我會再出更多這類影片 或者講解一下PoketMMO的壞處 我們會知道這個影片 是為了控制好看的 我會不會做到去到這兒的影片 如果把遍到的影片